而过,来调势力架吧,是的,中国红的在上半场最多落后16分,着实让大家惊出了一身冷汗,有幽默的球迷用最近比较热门的网络事件形容了一番中国南来VS伊朗之战,上半场伊朗对拿起砍架武器侵略中国,没想到武器掉了,下半场被中国捡起来把攻, 中国队属于正当防卫,成绩有效,虽然这只是一个调侃,但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南来红队的厉害,值得注意的是董汉林上场的时间发挥和缠斗其实特别重要,消耗了哈达比体力,同时也给周琦和王哲林消除了一定的发挥隐化,又求你表示,现在连董汉林都如此给力,估计南来来对主帅杜峰看完比赛后心里会一紧, 一副小新明年的世界杯和后年的东京奥运会,注意笑脸稳了,蓝队除了意见联合郭艾伦,估计周鹏,胡金秋,大哈,里根,迪小川这几人只能争移到两个位置了,各位熊迷,你们觉得蓝队还有谁能站出来? 欢迎给我们留言,不管最后的大名单怎么样,我们都会继续支持大摇,支持中国南蓝。